大家好 喂喂,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19日 哼,我都說的啦 之前我估的 現在自這個人改名意思 恐怖的恐 繁瑣的繁 矮文的矮 恐繁矮 什麼都好 恐怖繁瑣的藝術 恐夫子尿布 恐怖啊 講了標題 你知道我說什麼了 這裡 30%的異常事件 和這個Rachel珍珍有關 而恐繁矮說什麼呢? 留意留意 就是三宗的獲賠個案 都是接種什麼呢? 就是我們矽大的科興 一早就說了 我都說了 他只不過是未去到 你猜遲下不會 你未去到 現在檢控那邊都有 你遲下 引入那些非本地醫生 各樣的時候 你加一下 就說這個檢控 那個不檢控 很多東西其實都可以這樣操作 這個賠 那個不賠 這個夠 那個不夠 怎麼會啊? 要人道的 人道的定義很多的 就是林志偉大總統都說過 20萬人補20年這個和平 是不是? 就是他說的 因為他跳出來收回當日所說的東西 所以 當有些定義 就說這個 那個 有些不良意圖 你現在都是用意圖來講的 有些人問這個李家超 大蘋果日報算不算這個 辦國安法各樣啊 他都說要看意圖啊 什麼都看意圖 那其實是不是真的 下charge檢控你呢? 就不是不是 懂不懂什麼叫不是不是啊? 就是有機會 有多少機會啊? 不大 你博不博啊? 可能0.1% 可能1% 又可能很高都還沒頂的 視乎他需要啊 那所以 他這樣說得來啊 就是你博不博咯? 就好像天水為官立小學 那位老師而已 說買一份蘋果日報被人舉報啊 然後啊 就停了去課堂 你方不會釘牌 你方不會失教席 那有四個字 就叫做危言聳聽 那我是不是那些 兜售恐懼各樣的人呢? 大家有目共睹啊 一直以來啊 是啊我好像也是啊 不大鑊啊 這樣整天嘩嘴 那不行啊 啊 所以呢 不要沒事 一個人就行之有行 自然自有機有永 基本法所乎 行得通辦得道德人心 嗯 那行了吧 不要做些危言聳聽的事啊 是不是 很危險的 但是啊 那些事情好像是 比我的版本還差啊 怎麼搞啊 不過不要緊要的啊 就是我講個大方向 我覺得短期來說呢 就無限黑暗啊 真的 可能未到最黑暗啊 那些風水師就說最黑暗了 未必 那但是啊 不就是咯 我那天看 他說已經去到最黑暗的時候了 政治上 咦 立刻來單蘋果 大哥 真是風水佬騙你十年八年呢 他們算不算風水的啊 西洋風水都叫風水的啊 東西洋都好啦 什麼都好啦 咦 但是前路一片光明啊 只不過呢 閣下等不等到那一天呢 就不清楚了 那說一下是不是很中肯啊 至於中間發生什麼事啊 怎樣為之黑暗啊 怎樣為之光明啊 那這些啊 我又不是黑暗會 又不是光明會 說不到你聽的 所以大家自己摸索一下 咦 這裡 都說啦 每單粗粗的十五萬啊 那買你一個永久貝爾綿坦 那但是呢 都叫做有得賠呢 所以你看到了 這些叫做什麼啊 這些叫做文化大隔慢 什麼叫文化大隔慢啊 就是為了安全的緣故啊 於是乎呢 將香港的所有文化 就鎖了在隔慢裡面了 這個就叫做文化大隔慢 是有差別待遇的啊 你有密碼 就有文化一點的啊 密碼可能就是啊 愛國愛黨 這個文化大隔慢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啊 到底 那三件事 其實都說了一次的了 不過 理賠方便啊 到底是怎樣的呢 保險業的理賠報 都是那句啦 你中了招就保險佬上身來 香港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推行至今 出現不少啊 症候的異常 甚或 死亡的個案 那這個進度來講呢 已經去到第六隻冤魂 已經將他們啊 用結界鎖住 如果怨念比較重那些啊 打至魂飛拍散 現在去到第六隻 好忙啊 大佬 原來啊 74單申請裡面呢 就有三單涉及過敏 住院治療背耳面痰等等 那獲得那個基金啊 的賠償 那個基金設立了多少錢啊 10億啊 如果你按15萬15萬這樣批的話呢 嘩 我想啊 其實當局當初啊 是不需要設立一個這麼大的採詞啊 你想想啊 我真的跟你算啊 10億除回15萬先 嘩 全部都是魔鬼數字啊 6666.66 啊 嘩嘩嘩嘩嘩 那但是現在講的是什麼啊 除十五萬啊 你是預算了啊 有六千多單這些個案啊 不是錢啊 個案啊 你十億啊 基金的採詞是十億 那十五萬是賠償額啊 除回就可以處理六千六百六十六條人啊 另外那三分之二呢 可能是法政先鋒啊 嘩嘩嘩嘩 這個是由孔凡毅教授 就證實的 那三單都是啊 和這個科興有關 他說有關啊 現在 OK啦 三十幾歲而已 這個行啊 當中 教練興的女患者三十幾歲 你想想 三十幾歲就面癱了 你會不會娶一個面癱的姑娘呢 另外兩人呢 就五十幾歲 那個人不是面癱 嚴重過敏而已 那我不知道是哪一塊帳啊 那和委員會呢 事成立至今 就鬥了三個月兩 那當然也有做事的 他們說 檢視了超過三百宗 的異常個案啊 那他們就說有三十百百的個案 不能夠排除 是有關連的 那我不知道他是怎樣得出這個結論啊 不排除沒有關連 就是怎樣都有少少 意思就是呢 如果三百萬的話呢 第一 由於你的症狀較輕輕 都沒有算是插完屎喉喉喉 所以三百萬這個額呢 又要減一點啦 然後啦 雖然就不能排除 完全沒有關連 但是那個關連呢 都不是一百百分之一 所以 又減一點啦 減一下減一下 哦 原本是洋樓一層 然後就變成洋毛爛衣一件 然後就變成洋蔥一個了 那我想呢 你還是去登記地產商那裡 抽那層樓實際一點 不過其實在洋宅來說呢 你還是只有一層 我就說咯 當局是應該 敗了那層洋宅 那就啊 跟我欺負多些陰宅 那就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咯 那另外啊 當局也都鼓勵 那些年輕人的接種呢 三至十一歲兒童 他們都期望啊 去接種 所以科興呢 現在 就找那些三至十一歲的 做人體實驗 進行第三期的臨床測試 今年第四季 就會有結果的啦 不過 如果大家都記得啊 現在開放那個針針的年齡呢 已經去到三歲了 也就是說 他們是在未有第三期臨床測試 數據的時候呢 就已經踴躍試針的啦 那沒辦法啦 人家那些 可憐天下父母心 可憐些什麼 可憐那麼歹毒啊 當然沒有的 為應付啊 社會的約定俗成 老實說 如果我是家長 想報仇很久了 整天叫他溫書 他都不溫書 啊 啊 這次還不大條道理 捉他去 清他去 啊 刺幾針 是不是這麼說啊 都歧視 不過其實你都可以這樣 跟小孩子針啊 不想打針 努力溫書 嘩 會不會突然成績 突飛猛進的 喂 給你一條好招呼啊 Anyway 科興就說 你這些年輕人 那些啊 就算沒有病症 病毒量都可能很高 接種了就不同了 那個機會啊 傳染給人 啊 就會降低 巴西 智利 阿根廷 印尼等等那些地方啊 充分證實了這點啦 只不過啊 他們沒有看說明書使用 但是人家臨床數據各樣啊 當日 是啊 是那些國家呢 幫忙啊 做宣傳的 啊 還是有靚有便宜有正 那你當日說得了 那今時今日 雖然那個數字 無論是死亡率也好 確診率也好 都閃聯世界冠軍 但是都與人無由呢 所以我就說 譚德塞啊 世衛等等 是應該落下禁令 不容許其他國家 轉用另一款的疫苗 啊 如果大家還記得啊 吳曼達 在周星馳的戲裡面啊 喇 刺開誰就刺誰啊 哈哈 要守遊戲規矩的嘛 另外 話說啊 有人接種第一劑的科興的時候呢 手臂已經持續出現麻痺的狀況 我有聽過啊 有單呢 不關這個事的 感冒疫苗而已 流感那些 之前呢 接種完了 跟著 那隻手就真是麻痺到今天啊 不過 孔教授又有建議 留意啦 留意啦 孔教授講的話 專家啊 我們是要用心聽的 孔教授就說 你可以考慮啊 在接種 留意啊 他不是說第一劑 他是建議那個手臂麻痺的那個人啊 就要考慮 在接種第二劑的之前 那一個小時呢 就先吃一顆Panetor 那還有啊 哇 真的喔 我不是說過呢 你那個臨性建築工人啊 你打完隻左手了 那左邊面坦 那你打回右手 那右邊 對稱 那就做得正好 不過並不是說首部的 我就是説呢 第一劑左邊呢 就歪了 那你第二劑呀 清翻起他 那就平衡 喂 孔教授真的這麼說了 吃東西啊 他他 他就説 除了吃Panetor之外呢 在第二劑的時候啊 可以考慮接種另一隻手啊 那另外 對於呢 有較嚴重頻血的市民 他又建議徵詢醫生意見 才考慮是否决定接種 很簡單 波子就在私家醫生 有什麼事來搞 至於當日22歲的復必泰 他不是復必泰 他中風 那位醫生 董凡藝教授就是 天生血管有問題 都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那隻復必泰 都叫了你 就是這樣 好學不學學文便便教授袁國勇 好 今天講到這裡